HELLO 大家好,我是初天楓夜 今天要来继续介绍钢铁反叛者里面的新卡 才怪嘞,这集是翻外篇好吗? 主要是介绍退还镜的卡片和影响,还有最近的卡片调整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那么先来看看即将退还镜的卡片吧 画面上是精灵即将退还镜的卡片 那退还镜会造成最大影响的应该就是雷尼和昆虫王 雷尼的特点是翻场能力特别强 使用三张卡片过后进化可以直接双减 还可以直接保护场上一个虫者 让他可以结场,然后还不死 不过其实在梅提拉出来过后 这张卡片的使用率其实就有点偏低了 毕竟梅提拉的双减能力其实更强,而且还可以抽卡 反观假虫王就是一个比较强力的结场 在满节奏的情况下,真心还不错 但是一样在米提拉出场过后就很少再见到他了啦 那奔流其实有点可惜 原本预计他的使用率会挺高的 但这么多更新下来几乎没见到他就是了啦 眼睛之身也就刚出场的时候看到 后来就几乎绝技了 小夜人和本人解放呢 在快遥里面也是颇强的存在 不过后来都移局去无限制了啦 所以退还镜没差哦 阿莉亚等等会提到,那这里就先跳过 反正他还指定去也不常见嘛 总的来说呢,这次退还镜对现版本的主流大抚妖 跟死线妖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哦 大多数退还镜的卡片 其实要嘛早就已经去无限制了 要嘛就已经有其他卡片替代了 但在目前妖精胜率不高的情况下 只能寄望下版本能推出更加强大的卡片啦 毕竟其实妖精也被buff了不少轮了 接着是皇家即将退还镜的卡片 最上的应该是先锋骑兵的退还镜吧 能铺长能回血几乎无可替代 准时达出来进化,强度非凡 狂蓝和逆境处理,这类非常好用的节拍手段 都一直属于昙花异现的状态啊 时而有人纳入购阻 但之后几乎都被拔掉了 目前主流的中速皇家也没有把他们纳入购阻 他们退还镜了算是没有任何影响吧 亚瑟王在被砍成花费之后呢 几乎也没什么人再用了啦 但感觉之后有极为回归哦 这点之后再提 黑Cyber也是在指定区不多见的一张卡片 其他的卡片也几乎没有出厂过 算是蛮可惜的吧 总的来说皇家的退还镜 一样是对目前主流牌组影响不大 不过退还镜以后的无限制身后 感觉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呢 现在是巫师即将退还镜的卡片 对目前主流玛纳莉亚牌组最伤的 当然是直视和吉尔的退还镜啦 虽然吉尔的使用率有点看个人 并不属于玛纳莉亚必放的卡片 但是巴哈纳入购族有的时候会有奇效 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直视作为一废的法术牌 可以稳定刷两次玛纳莉亚卡片使用数 推的对玛纳莉亚刷牌速度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哦 新牌冒死也没有补足的打算啊 增性非常的可惜 贝利鲁本身的使用率其实也不高 毕竟召唤出来尼克 并不会刷玛纳莉亚卡片使用数 玛纳莉亚也没有刷征服的必要 嗨 明明这腿我可以玩一年的说 那哈纳还是算了吧 之前把她纳入玛纳莉亚牌组试试是真的卡 哈纳你这么卡对得起你那双黑丝吗 接着是哈纲土印法的部分哦 指定区的图片本来就不多 实验室退还镜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用来增伤的10组合 用来收头的雷吉也退还镜了 直接让哈纲法变得更难玩了哦 原本运气不好说不定还可以靠其他卡片来收头 现在哈纲纸上不够就真的是不够了 强度上肯定会大打折扣啊 诺娃炎蛋虽然是一张不错的AOE啦 不过在指定区的使用率其实也不太高 那无限制也只有少数的征服法会把她纳入构组哦 算是比较可惜的一张牌啦 大召唤一样也只有在无限制的快途里面有出现过 所以诺娃炎蛋跟大召唤退了其实也没多大影响 把她们纳入构组的牌组都是在无限制的牌组哦 总的来说呢 这次的退还镜对无时目前主流牌组 马纳利亚和哈纲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哦 算是本次退还镜第二伤的职业了 那第一伤等等会介绍到 希望官方不会直接让这两个玩法消失啦 希望 再来是恶心龙珠即将退还镜的卡片啦 影响比较大的是艾拉 颠狂暴龙跟阿基 艾拉现在有阿尼罗吉来代替退还镜的影响其实也不会太大 颠狂暴龙作为龙族后期强力的全场AOE手段 虽然在伊达阵中出来过后呢 把她纳入构组的人其实并不多 且费用卡到了撒旦的出场哦 另外加上她费用其实非常高 在前期抽到也是非常卡手的 因此她也就逐渐的被抛弃了 阿基作为龙族即创世龙之后的收头手段 虽然在目前满大街撒旦龙人面前使用率其实并不高 但在跳飞龙里面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退了其实还蛮伤的 其他卡片如集结阿游龙少女阿 也早就移居去无限制的快攻龙族派助理了阿 所以影响其实并不大 其他卡片基本上不是被淘汰阿 就是完全没出场过 不过这一点就完全不可惜了 西西 但这个迹象阿 感觉就是要把龙族继续往撒旦的方向带阿 好讨厌的感觉阿 官方几时才要砍龙阿 死灵即将冲还镇的卡片呢 几乎都是葬送轴才会使用到的 比方说银浴的死灵术师 葬送震撼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场海骨虫 生死逆转跟死龙死翼者 在目前指定区的葬送死灵几乎绝技的情况下呢 这个退环境影响其实并不大 死界边界的灵力者一开始就是娱乐性质的牌 退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骨头戒指之前三费的时候真心很强 被砍过后呢就渐渐的开始被拔掉了 在灰苏女出场后就几乎在指定区绝技了 最回滑的时候呢也是用在无限制 三次费的时候直接铺蛮长的 让骸骨王可以零费打出来哦 但目前指定区的中速死灵跟阿卡斯死灵 几乎都不会放他了啦 所以退了没差 最后是明解继阿尔贝尔之后呢 能够连击带几持的从者 本身的条件其实不太好达成 大多数情况下是来结场用的 比较少真的是在十费收头的哦 毕竟现在十费真的是群魔乱舞啊 一般上很难撑到十费还能直接斩杀的 且在菲力出场过后呢 人人都能心爆了 这张卡片更是绝技了 算是一张雷声大雨点销的卡片哦 并没有在环境上做出什么 非常惊天动地的变革 而且很快就退场了 真是可惜了这腿啊 总的来说这次退环境对现版本主流死灵牌组 几乎没有影响啦 下版本死灵应该会继续阿卡斯跟中速死 真心期待塔塔洛斯能够有玩起来的一天啊 虽然感觉如果玩得起来就会变得好恐怖呢 接着是吸血鬼几张退环境的卡片 大体看下来几乎没有什么常见的牌哦 虽然吸血鬼在指定区胜率也不高就是了 但是还有几张卡片是值得说一说的 首先是狂暴魔狼 好用的几种 刚出来的时候呢 快攻吸血鬼就直接被带起来了 然后嗜血魔狼就被砍 嗯? 接着是迷人魅魔莉莉姆 在自残刚崛起的时候呢 这个回复PP的能力是增强 但是在福牢洛斯出来之后啊 自残息主要就是靠前期的快速自残 拉出福牢洛斯 所以这张卡片的价值 其实就直接跌到0了 因为你前期打出来没有什么作用 这张卡片你前期不打 又没有什么用 吸血的刻印 几乎都是拿来当三打四的解卡使用啦 能触发到吸血效果的情况其实少之又少 后来随着各种解卡的推出呢 这样的卡片也就几乎绝技了 害人恶魔本来以为他的吸血能力很强 结果根本没有出场过 好可惜啊 巨大恶魔爪 吸血鬼强力的AOE 可惜费用太高了 而且还会打到自己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用啦 沃尔普尔吉斯 有着非常稀有 附在主战者身上的自残能力 一般都是搭配野梦夹的使用啦 但是野梦夹的推环境之后呢 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在用了 甚至变成了一个梦想牌组喔 毕竟之后的无限制自残 玩的就是快攻 5费之后才自残 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这张卡片也就被无形的抛弃啦 又是一双可以填的他腿 就这样浪费了呢 先让我填个够啊 总的来说 下版本的吸血鬼 应该依旧会是在 无限制玩的很high的 快攻吸血鬼喔 指定区应该就只能指望 首牌吸能够崛起啦 自残吸的大蝙蝠实在 有点难度啊 下来是主教即将退环境的卡片 目前比较常见的是 沙漏、宝石龟和珍德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沙漏 在目前的圣石、圣兽主教里面 是一张非常好用的结昌卡喔 多少会对圣兽牌组的结昌能力 造成一点影响啊 宝石龟虽然体质非常的高 但是很神奇的 使用的人其实并不多 一方面是主教的强力卡片 其实非常的多 二菲的圣石应该更希望准时神殿 中期的远古圣域其实也是强的不行 所以这样卡片才没有在各种选择中脱颖而出吧 算是蛮可惜的喔 珍德作为七菲的AOE真的很强 但是在圣将军出现过后呢 就开始消声秘迹啦 一方面是他的体质比不上圣将军 且圣将军用途会更广泛一些啦 毕竟是补场结场啦 而不是纯结场 那顶风架也是蛮可惜的 几乎没有崛起过 虽然战骑真的很强 但是不知什么的就是玩不起来 之后更是被奶炮跟圣石压过了风头啊 真的怪可惜的 天马骑士杜拉罕虽然连强性很强 但是后面主教开始渐渐不玩护服后呢 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啦 总的来说这次退环境对主教是有一点小影响的 但其实影响不算大喔 因此下版本主教应该依旧是圣石圣兽为主的环境了 截至是受本次退环境影响最大的职业 复仇者 首先是创造物流 最主要卡片 降神和加速装置 退环境啦 这让创造物最强的手段 无限 无限铺开的形式直接被砍掉了 另外各种好用的制造创造物 拉出创造的手段也被退光光啊 这里卡片太多就不细说了 光是包个名字复仇者的时间就用完了好吗 这就造成了下版本创造物的制造和拉出的手段锐减 甚至连最强的收头手段受人也退环境了 虽然目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绚烂的创造物 以数量走脸收头的喔 但情况几乎没有变 因为下版本这个玩法在没有回复PP的情况下呢 不晓得还玩不玩的起来 毕竟不能回复PP 铺场也就很难起来嘛 那傀儡流一样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常用的汉母灵啊 花样啊 花皮啊 这类低费可以增加傀儡的手段呢 直接消失了 让傀儡轴变得更加难解场啊 更严重的是叠尸难度也因此增加了喔 这就会直接让现在主流理线啊 和一刀仇的速度骤降 感觉下版本复仇者的前途堪忧啊 毕竟这一退环境 大多数复仇者玩法几乎都被砍了 且目前复仇者红卡各种梦想的情况下呢 这情况真的不容乐观啊 另外目前无限之躯也只会越来越快 复仇者这种打后期的玩法 在无限之躯真的玩不太起来 目前稍微有在无限之躯展露头角的 也就胜率非常低的冥府复仇者 感觉下版本复仇者真的不太妙啊 有点下水到危机 另外呢是虚数物体 在目前这种后期越来越恐怖的环境下 后期缺乏虚数物体的保护真的是太过危险了 目前介绍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替代手段 让复仇者这个原本不是特别强势的职业哦 连抵抗手段好像都没有人呢 真的不晓得复仇者下版本该怎么生存啊 唉真是可惜了 这么好玩的职业啊 最后是中立即将退环境的卡片啦 这里涉及职业非常多 那我就挑重要的来说 小竹退环境啦 上到了只有奶炮 但影响其实也不大 新卡有可以代替的方案哦 八一波卡赫原本是死令提前开车的好手段 但是在死令前期越来越难铺起来的情况下 死令的主轴渐渐转向了阿卡斯 这样卡片也就 逐渐的没有什么人在使用啦 落血陷阱 少数的牌组才会带的卡片 基本都是在无限制使用啦 大叮咚 目前常用他的牌组呢 是胜利皇家 不过胜利皇家在无限制比较强啦 所以退了可能也就还好 多天在针对李仙娜 有着不错的效果 不过因为他费用挺卡的 所以带的人其实也不多 而且下版本复仇者被削落成这样的情况下 基本上也没几个人需要这张卡片了啦 科罗诺斯 从一开始就在无限制的七牌堆 七牌龙里面打工了 除此之外呢 基本上很少看到这张卡片啦 退了几乎没有影响 简而言之 总体卡片退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最后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卡片调整的情报吧 首先是唯一被砍的卡片 暗黑召唤时直接加一费 当然被砍的原因只是在 2pick胜率太高啦 TNT几乎看不到这张卡片 接着是各种无限制开始崩坏啦 首先是龙族的大萝卜 重新获得现物曲补3席的能力 只能说这个能力真的是太出格啦 直定曲龙族已经够恶心了 现在无限制曲还来玩这样 谁受得了啊 所以我说啊 无限制曲只会越来越快 不然打到后期 这些高费用的重者一打出来 就真的是太恐怖了 堪称群魔乱舞啊 巫师的普帝斯 重新回归爆能奇的进化能力 不过由于艾莉丝并没有回归 中立轴是否能玩起来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进化后依然带及时 可以用来收头 但是如果要玩中立呢 前期对格局集和守顺 就会有严格的要求 而且三费没有哥布林队长 个人觉得中立体系 应该是很难回归了啦 再来是阿丽亚跟格默瑞解禁了 阿丽亚解禁就直接让甲虫药升天啦 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刚出来的时候甲虫药也就非常的崩啦 所以就直接被砍成只能用一张了啦 格默瑞也回归相信可以让铺场型的死灵重新回归哦 只是无限制的七费可能有一点慢了 需要手非常的顺 成功搭配上死亡祝福才会有足够的强度哦 但还是可以期待死灵开始崩坏的 皇家亚瑟回归七费 一样是变回非常强力的铺场啊 只是问题还是一样 七费铺场是否有能力力挽狂澜 就真的不知道了 黄金香盛师也是回归七费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啦 中立体系真的很难回归 强度如何 而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由于他需要的 并不是中立重者的体质而是数量 在目前中立的卡片变多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可以变成很恶心的一张牌吧 如果成功在四五费 拉出一些什么强力的牌的话 呜真是太恶心了 而复仇者呢 是诺亚变回了九费 降神直接变成五费哦 虽然这样的改版个人是非常的开心啦 但是前面也说过了嘛 在无限制这么快的情况下 复仇者就算是降神降费了 可能也不能加速斩杀 虽然将Buff降神之后呢 复仇者在无限制 不见得完全玩不起来啦 说不定还有机会啊 算是稍微可以期待的Buff哦 为什么不在降神还在指定区的时候改啊 你这样浪费了降神的大腿好吗 最后是深渊来方者 改回了在潜行的时候发动攻击呢 会先打对方点六伤 进化之后变八伤的效果 不过以为Buff并没有被改回来啦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 类似独流大战的恶心情况啦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哦 最后呢 我才发现 结果还是有些卡片跳槽到极械啦 那就是死灵的尼古拉哦 之下死灵的极械铺场就变得很猛了呢 毕竟尼古拉可以无限复活嘛 也就是能无限的刷 机械从着使用术哦 感觉下版本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好啦 今天的解析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 感觉一个范围片做的比正片还长啊 做完解析过我就想说一句 官方求求你砍龙吧 不然龙珠真的很疯啊 虽然主教也差不多啦 但是龙珠比较严重啊 真是可怜的我最喜欢的复仇者 好啦 今天就这样吧 我是秋天凤月 如果喜欢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 想追踪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大家拜拜 现在带 estos好点 6 您 6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